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极拳 太极剑 这些爵士武功统统都让他学了个别 另外张吴继身边还有赵敏 周芷若等四大美女把他围了个团团转 再比如须竹 那运气更是好的不得了 吴雅子直接把七十年功力送入他的体内 这使得须竹瞬间一下子就变成了顶级高手 后来须竹又得到了西夏公主 不得不说 张吴继和虚竹都是有着主角光环的人 而且这两人的运气也都非常的好 在金庸笔下 还有一位主角的运气也非常的好 此人便是郭靖 如果不出意外 郭靖很可能只是牛家村的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小孩 可是 老天偏偏让秋楚鸡从牛家村路过 然后 便引出了后面的一连串事件 郭靖的父亲郭孝天身死 母亲礼 平逃到了蒙古大漠 并生下了郭靖 之后 江南七怪收郭靖为徒 后来郭靖遇到了黄荣 从此 郭靖的人生就如同开了卦一样 又是练九阴真经 又是练响龙十八掌 而且 还有黄荣这个白富美对他不离不弃 郭靖这运气也实在是太好了吧 其实 在射雕英雄传中 有一人的运气应该说比郭靖还好的 此人便是欧阳克 欧阳克出生于武学世家 老爹是江湖大老天下武学之一的吸毒欧阳峰 欧阳克从小要什么 老爹欧阳峰就给他什么 要美女 欧阳克手下美女如云 要学武功 欧阳峰的武功那可是顶尖的 欧阳克的运气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来讲 可谓是好上了天了 但是欧阳克的结局却不是很好 我们都知道射雕的结局是比较惨的 被金轮法王一金轮贼打敌半死 然后又被小龙女捅了一剑 但是无论怎样讲 射雕阳克死在金轮法王和小龙女手里 算是死在了两大绝顶 高手之手 欧阳克的死相比射雕阳克就要惨了很多了 因为欧阳克是死在了杨康这个三六高手之手 欧阳克如此结局实在是令人唏嘘啊 论运气 欧阳克丝毫不下郭靖 可是 欧阳克的结局却和郭靖差了十万八千里 可谓是一个是地下 一个是天上阳 其实 郭靖后来能成为大侠 不仅是因为他运气好 同时也和他身上所独具的那种坚韧不拔的意志是分不开的 就拿练九阴真经和降龙十八掌来说吧 周伯通很快便练会了九阴真经 红七公也很快便练成了降龙十八掌 而郭靖练这两项武功 却练得很慢 但是郭靖有一点很好 那便是他坚持下去了 别人一天练成的武功 他用十天来练 郭靖这样练出来的武功也更加的扎实 更加的具有威力 郭靖能成为大侠 不是偶然 是必然 他靠的不仅是运气 更多的是他自己的努力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